8月15日,在央行公布金融数据之后 中国统计局也公布了7月份的经济数据 我们知道,金融数据向来是经济运行态势的前瞻指标 所以,7月份的金融数据虽然表现奇差 却并不会完全体现在当月的经济数据上 可即便是这样,统计局的数据展现出来的状况一样也不乐观 我们还是按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大方向来看 首先是投资,1至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7% 前值是6.1%,下降0.4个百分点,而预期值是6.2% 也就是说,雇头不仅相比前值出现下降,相比预期值,一样也在下降 市场本来预期,投资会变得更好,没曾想,数据依旧掉头向下 这个雇头里面,又有三个分项 分别是,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有基础设施投资 先来看制造业投资 1至7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9.9%,前值10.4%,下降了0.5个百分点 如果看单月的数据,那么下行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7月当月,同比增长7.5%,较6月下滑,2.4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因为,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企业对未来的经营,并不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扩张投资,就会变得较为谨慎 而后续来看,制造业投资,还将面临回落压力 因为,7月采购经理指数中,新订单,新出口订单,以及生产经营预期指数 分别下滑了2.1、1.9和2.8个百分点 再看房地产投资,1至7月,累计同比下滑6.4% 下滑幅度比上月,扩大一个百分点,成为最大拖累项 今年可能是,房地产业胡论的,第一次明显失灵 过去人们总把房地产,称为业胡 是因为,国内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 总是通过房地产渠道,得以放松政策闸门 由此拉动GDP的增长 这一逻辑,一直到2021年,也都还算成立 但是今年,叶胡效应不在 7月份,房地产的,各项数据,除了库存,是同比增长的 其他如开工施工,销售面积,土地购置等 无一例外,都在大幅下滑 比如,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下滑,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单月销售同比下滑,百分之二十八点九 前值是,负百分之十八点三 这表明,房地产在六月,只是短暂回暖 居民购房意愿,并未出现,根本性扭转 销售低迷,自然会影响企业资金回款 来源于居民端的资金增速,继续下滑 订金及预收款,累计同比下滑,百分之三十七点一 个人按揭贷款,同比累计下滑,百分之二十五点二 在暴雷风险,未妥善解决的情况下 房企外部融资环境,也很艰难 比如,国内贷款,累计同比下滑,百分之二十八点四 自筹资金,累计同比下滑,百分之十一点四 总的到位资金,累计同比下滑了,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销售疲弱,融资艰难,那么房企的投资,无疑是继续下滑的 往后看,房屋销售,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一方面,因为对房企的不信任,居民购置新房 尤其是七房的意愿下降 而此前,在快周转的模式下 国内楼市,尤其是三四线中,涌现出很多七房项目 在房地产下行,以及房企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 这一大部分七房,成为了房企最想出售,但又最难出售的项目 再是,居民当前的杠杆率,已经较高 近两年疫情反复,又使得他们收入锐减 居民加杠杆的能力和意愿,已经不如往昔 还有,居民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不在 购房意愿也会下滑 而且,房产是具有投资属性的 一旦没有了,上涨预期 这部分属性,也就不存在了 而居民,就会更倾向多储蓄,或者提前还贷 所以,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房地产下行的压力,仍然还会存在 说完房地产,我们再看基建投资 7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7.4%,潜值7.1% 单月同比增速为9.1%,潜值为8.2% 很明显,基建是固头三项中,最粗的大腿 作为今年,稳经济的重要工具 今年专项债提前发力,各地也从去年开始 就积极储备项目 除受疫情影响的4月外 基建投资增速,一直处于高位 而7月基建投资,增速继续提高 主要是资金加速落地带动的 近3月,发行专项债规模近2万亿 政策要求在8月底前,使用完毕 所以,近期也是资金集中落地的时期 往后看,三季度基建投资,仍有望保持高位增速 8月以来,水泥价格企稳 厘清开工率,也继续位于高位 显示基建实务工作量,正在加快形成 但是4季度,基建增速,非常有可能掉头向下 基建投资,离不开专项债的发力支持 但是目前,专项债,已经基本发完 在8月,使用完毕之后,基建后续发力 说完投资,我们再看消费 7月设林消费,同比增长2.7% 前值3.1% 7月设林还能维持一定的增长 主要是靠汽车类销售的推动 7月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9.7% 高于总增速,7个百分点 但是,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仅同比增长了1.9% 低于总增速,0.6个百分点 乘用车消费,和其他消费的背离 直接说明了,消费目前还能维持恢复趋势 主要是因为,政策对于汽车消费的刺激 而疫情期间积压的需求,集中释放后 6月下旬汽车零售量,总比增速开始下滑 考虑到目前,居民消费意愿不强 在后续政策刺激放缓后 消费是否还能坚挺,仍要打个问号 接下来,就是出口 7月份,中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8% 至3329亿美元 好于市场预期的,16.2% 而且,出口的同比增长,已经连续三个月,超15% 环比来看,7月份在上月非常高的基数上,还增长了0.5% 综合来看,7月出口,能有如此强劲表现 一方面得益于,欧美度假期的来临 以及解封后,被压抑的需求的释放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 7月出口额较快增长,价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7月主要原材料价格虽有回落,但仍在高位 同时,海运费用,也居高不下 这导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也随之上涨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7月出口额高增速,形成支撑 可以这样说,在全球通胀高企的情况下 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额的贡献,甚至大于出口数量的增加 大部分小型出口企业,可能依旧艰难 往后看,在海外衰退预期下 欧美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下半年,出口增速大概率会回落 此外,还有一个数据,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就是16至24岁的调查失业率,达到了19.9%的高位 相当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 每五个当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处于失业状态 这个数据,创出了36个月以来的新高 有人可能奇怪,16岁还没成年,怎么会有失业率一说呢? 其实,在国内16周岁,是进入法定用工年龄的 只是,不得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险工作 这样的年龄跨度,就意味着,初中毕业的务工人群 以及大学毕业两年后的劳动力人群里 失业率达到了19.9% 对照一下七谱数据 全国2020年,15至24岁的人口,有将近1.5亿人 即便去掉15岁这部分,应该也超过了一个亿 毫无疑问,是比较庞大的数量 今年就业压力大,主要就是因为疫情反复,内需疲弱 企业都在收缩战线,不敢扩招员工 特别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第三产业 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我们知道,就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 没有就业,何来收入,没有收入,何来消费投资 一环扣一环,就业严峻的情况,自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7月的经济数据告诉我们 中国现在经济形势,依然很严峻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 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 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 西方对中国的唯独打压,愈演愈烈 出现了金融脱钩,科技脱钩,供应链脱钩的现实 而这极大的,冲击着经济 此外,中国的疫情管控,应该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而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经济,让人们不敢出远门 这影响消费,也影响企业和商家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处于,科技创新匮乏的阶段 而经济增长和迭代升级,却是创新推动的 为了托抵经济,只好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 而它们只是量的积累,并不能致得提高 这些年,中国建了大量的基建,来拉动经济 如今,再扩大新建项目,其使用率,将会不足 最终会造成项目前置,涂增政府债务 以上种种,就造成,投资机会的缺乏 当企业不赚钱,就不敢扩大投资,甚至停工卸业 而员工就没法增加收入,甚至失业,也就不敢消费 这又会造成企业不赚钱,甚至倒闭关门,恶性循环 这就是当下,经济的残酷现实 而央行和统计局的数据也预示着,或许更艰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来